曼聯 曼聯 一球迷 一球迷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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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次的曼聯早晨節目 首先要恭喜曼聯正式成為 竹種杯的雙鳥冠軍 為何我們男子隊和女子隊 都同一時間在今屆捧了竹種杯 所以恭喜 我相信大家昨晚都一定有看這場球 所以詳細的情況我不會講太多 但我想有兩件事我先跟大家講 第一件事就是我知道 賽後很多關於坦克的事情是要講的 不過這段影片我們先不要講坦克 我們先講這場球 我們球員看得如何 即坦克的部署 即是不講坦克的去留 不好意思我弄清楚 不要講坦克的去留 我們就是專注在這場球 好嗎 另一件事就是我想說 這一場球 大家看得這麼開心 就簡直是不只贏了竹種杯這麼簡單 而是能夠對著曼城這個對手 我們都可以相對來說 不是太多救心 不是這麼多平安鐘之下 可以捧到這隻杯 雖然原本是在想 有沒有機會頂著這個clean sheet 在85分鐘被人追回一球 的確 老實說 當時我們昨晚也有說 我是跟麻鷹 和Chris一起看一場球 我想我們四個人 和所有的麻聯球迷 都是一樣的 都是 最後十多分鐘真的很害怕 去到保時那裡一直都害怕下去 因為始終 只有一球緊緊熟 亦都 很反映了今季整季的情況 就是說 當我們很集中 做得很好 而且一定要說 我們比較上齊腳之下 我們是踢到好球的 但是呢 這件事也不穩定 基本上 就突然間又行 突然間又不行 這個也是我想我們對坦克 有一個質疑的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但是呢 無論怎樣也好 昨晚的確是踢了一場好球 雖然都是緊緊熟贏2比1 但是起碼不需要加時 還有 說真的 一直去到85分鐘 我覺得 我仍然是非常有很大的信心 我們搞得怎樣 雖然我一直都說 未踢就認輸 不如就不要踢 但是 結果那群球員 的確有這樣的心態 而直接呢 令我們捧到這個足重杯 怎麼也要說回我們的入球 對不對 上半場呢 我有寫了幾句 形容上半場 就是什麼呢 對手又先送禮 接著走快了一步 搬勞一個low low pass 萬成只是第一中龍 什麼意思呢 第一球贏一比 其實一開球 萬成都有些虛火 也做到他們平常做到的入攝 但是呢 始終做不到一些實際的攻門 然後我們站好一會之後 終於用了一些長傳 我昨天也有說過 我們就是要靠長傳 不過呢 這球球就是這樣的 第一球球30分鐘 就是 A4仔 即是安拉拔呢 就拿著一個球 他一下子就從中間 突然拖去邊 但是沒有人的 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但是這個舉動呢 引了四個萬成的守衛 打算用多人去焗他 那安拉拔這次是聰明的 他交回後面的達洛茲 那麼達洛茲呢 就一個長傳傳到前面 那麽呢 其實這球球呢 老實說呢 就傳不到給加拿走的 但是呢 Gervato他們的左閘呢 其實說真的 近來他變相當出色的 一個跟龍門的誤會 他就打算龍門出 龍門又沒有出 那麼他呢 就是最後一個決定一頂 打算頂回給龍門 以為龍門出現不出之間 誰知道呢 他就連過龍門 那麽老實說 這球球加拿走如果沒有追的話呢 都有機會入 不過其實不知道Car Walker 不知哪一個人就在補位了 那麽但是呢 由於加拿走一直都有追 那麽還有呢 他也快過萬成的 保衛那位球員 一射把球送入空門 那麽直接令到我們贏1比0的 所以就首先對手先送禮 跟著之後呢 就真的走快了一步 因為呢 跟著第二球呢 也都是呢 我們的進攻 就一個直線 就給了右手邊的加拿走 那麽但是呢 加拿走呢 就一直帶前前進 也都呢 進了禁區都沒有好像平時那麽亂射 也都福仔是有跟進去 而那球是傳了為福仔呢 輕鬆射入空門的 但是這球球呢 就是因為加拿走呢 就走快了 其實沒有一步 走快了半步 就越位 所以呢 就未能夠將紀錄推升至2比0 那時候是36分鐘左右 那麽跟著之後呢 到了39分鐘呢 我們終於進到第二球了 這球球呢 這個組織是相當之漂亮的 就是呢 文盧給了個球給福仔 跟著文盧呢 繼續向前推進 福仔呢 就是一個大轉邊 由他的左 即他自己的左邊 就是一個大轉邊 給了右路的加拿走 對呀 三球球和加拿走都有關係的 加拿走呢 就推前了一點之後呢 就見到呢 班奴呢 就進去了中間位 那麼 加拿走呢 就給了班奴的中間 老實說 班奴呢 這一下子都幾乎 是一個古惑仔的 因為呢 他一路上的時候 一路已經瞪著 文盧是正在衝上來 那麼另外呢 由於班奴呢 這波正常來說呢 這條小子 實在是射了的 我想連萬城的球員 都是這樣想的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阿加拿走 給了班奴那一刻呢 雲比薩卡 做了一個dummy 不斷衝前呢 就令到呢 那個對手的中間 不得不退後一步 結果就是退後一步呢 就令到 班奴在葫蘆頂 拿到一個球 而 他古惑的地方就是說 當大家猜 他第一時間射 他呢 就一個no look pass 就交了給 遠處的文盧 那文盧呢 射得相當之漂亮的 也都不負所託 射回去 其實呢 奴提賀呢 就已經預備文盧順腳射近處 誰知道呢 所以他人一移到右手邊 但是呢 文盧醒目了 一咬回身 咬回腳碗 把球呢 射回去 遠處 那 奴提賀已經移了半步 那他回身就不夠了 所以那個球呢 不是射得很刁鑽 但是就緊緊 越過了奴提賀呢 就令到我們 入了2比0 OK 那說真的 整個上半場呢 我就這樣看的 當時來說 都已經說 咦 整個上半場都被我們按住 沒什麼機會 有沒有中籠呢 我馬上看回數據 原來呢 上半場的 萬成只有1球中籠 而那球中籠呢 重要的是呢 佩拿道斯華呢 鬼死那麼遠 射在彈地球 奧拉娜輕易接到 那個是唯一一球上半場 萬成的中籠 所以 說真的 正在上半場 我們能夠控制到 萬成只有1球中籠 這件事 已經是不開玩笑 OK 而我們甚至乎還在領先2比0 所以 我想 我雖然 可能有個別的萬聯球員 未必表現得非常出色 尤其是在對比之下 但是呢 我相信 11個落場的球員 沒有一個會被人罵 我相信會被人罵 好了 去到下半場 整個情況的逆轉 這個也是預計之中 因為老實說 哥尼奧拉半場 沒有理由不禁制 然後他們也有不少球員 但當然 事實上 他們最靠得的後備球員 就是杜古 下半場 我有幾句 首先 夏蘭特中柱 艾華斯 失機 離過遲來的入球 最後 萬聯 沒有性 那 夏蘭特中柱 我想大家都知道 因為我昨天沒有打算 沒有打算 所以沒有打算 但是夏蘭特有一球 的確在 weekside那方面 沒有人看管之下 勁射 結果射中柱 奧拉拿 都投了行 這個也告訴大家 萬聯 是有點運用的 對不對 接著 之後 再來一個 很漂亮的入攝對手 一個直線 劏穿了艾華斯 即是後備入體的 艾華斯 就直射了 已經對著龍門 誰知道他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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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卻 也有很大機會輸球 剛才也說了兩個超級大機會 也有Karl Walker的遠射 奧拉拿也做了一個神咎 但終於到了85分鐘 我們就頂不住了 他們的倒鼓 在左路發爛之下 結果 一直 之前都出球 接著這下吸回中間 一射 就陰到奧拉拿的近處 我覺得 福仔要看這球 或者要看這段時間 倒鼓正正就是 有時就下底線 有時就吸回中間 令到 相當 有one-on-one能力的 雲比撒卡都招架不住 結果就被他們射入 福仔 為什麼經常說你要多做一些變化 令人鼓勵不了呢 倒鼓就告訴你為什麼 但是很可惜了 他們已經為時已晚了 雖然我一開始也說了 最後那個格子由85分鐘至保持7分鐘 這12分鐘 其實我想所有的萬聯球迷都被淘汰了 就算影響溫布萊球場 現場的萬聯球迷 我想他們也很害怕 因為我們實在看到太多臨尾被射入 但是幸好這場球所有正選後備的萬聯球員 都肯定是超級集中 每人走多步 肯拍大巴 以及大家都跟足自己的走位 令我們一直頂到最後 其實還有一兩個後面 臨尾有機會去擊敗遊戲的機會 就是賀龍 但是有兩球球 我想麻英他們就知道了 賀龍一拿到球在前場 我第一句叫什麼呢 大家不知道 割球旗 但是結果他們都沒有做這個動作 因為老實說 如果你有經驗去控制比賽的話 其實那個球旗是唯一的選擇 在當時的情況 因為你是不是那麼容易入球呢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但是雖然沒有做到割球旗了 但是結果都贏了這場球 所以都沒有東西要投訴的了 但是我想這場球 我覺得真的是踢得好的 因為踢得好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改了一個很重要的 我不知道是漏閘 還是我們的能力所限 就是說 我們在傳送方面 尤其是 第一腳 即是叫什麼 即是不用控制球的傳送 做得非常出色 很多球 尤其是去到前場的傳送 都是一腳 就沒有說我拿著球 討一下球中 看看怎樣才行 這件事我覺得是我們 為什麼 可以打反擊打到那麼順暢呢 這個關鍵的分別 老實說 這件事究竟是 坦克在開球之前 一直跟球員說一定要這樣做 而他們終於醒了 還是說之前練了兩場 雖然打得不好 但是 都開始叫做 打一些反擊的球 令他們有了信心 而這場球 就可以發揮得到 這些 我相信都是有個元素 但是 我最後都是想說一句 始終 我們現在這一刻的曼聯 最強那一發 尤其是對著比較強的對手 記住 我是說比較強的對手 不是說所有的強隊 甚至中游球隊 有組織能力的球隊 可能都真的 我們打防反是比較適合的 但是打防反的手 大前提就是 你要先守得好 而這件事也是我們曼聯 今季裏面最不穩定的地方 當然李問坦克他當然跟你說 我用了 幾多個中堅組合 幾多個back4組合 他一定是這麼說的 而近來他基準不停說 所以 我們今天就不得不談坦克了 但是這一條影片 我想我們先開心了 畢竟都叫做 捧了一隻杯 拿回個美彩 還有 很多朋友都說 這一隻杯 直接 令到我們有歐霸踢 直接令到阿仙奴沒有 慈善盾踢 直接令到 熱刺 不是熱刺是不是也踢歐霸的 是的 車仔 跟我們一起踢歐霸 說錯了 是熱刺跟我們一起踢歐霸 這個就沒有錯了 但是車仔就要踢歐協 而 劉卡蘇就沒有歐再踢 所以也是重要的一場勝利 無論如何 恭喜萬聯所有的織球員 下一節會跟大家講講 坦克究竟的前途是怎樣 還會不會留在萬聯呢 下次再分享 今次來到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這條影片了嗎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包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